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來 這是一個曲線 這個曲線上面有一個薄薄的金屬板 然後呢 我在這個環境之中呢 有一個穿梭黑板的磁場 均勻磁場 那我有一個呢 帶電粒子 在磁場中呢 運動 他發現說粒子在穿梭金屬板的時候 動得有損失 你怎麼知道動得有損失呢 開始請看 因為你一開始呢 繞進來的時候 過一期比較大圈 經過這個板子之後 再繞回來的時候呢 你變小圈了 你變小圈了 孩子可以嗎 所以 你變小圈了 那你怎麼透過 半斤變小的這個事情呢 來判斷出一些問題呢 孩子 這個金屬板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粒子呢 撞到金屬板之後呢 它的 繞轉半徑就變小了 因為我們就想 我們撞到一個東西 一定會受到阻礙 所以我的能量呢 正常來講應該會有什麼樣 損失啊 所以我變小圈 是不是一件 滿合理的事 對不對 好 那掌握這個觀念呢 我們看它問什麼 我們有些觀念題 來請看 來H一下 例子每穿過一次的回轉半徑都應該變小 這不是什麼話嗎 廢話嗎 因為什麼 圖上你就看得出來它變小啦 可是這又是一個問題囉 這是我幫你畫好的 你有沒有發現圖上 講義的圖跟我們圖有一個地方固一樣 什麼地方固一樣 對 講義沒有箭頭喔 有些人沒有sense 他會以為 搞不好我會從這邊突發喔 有沒有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你以為你都會判斷嗎 這是要思考的 你到底要 能夠先判斷它的方向 到底起點在哪裡 從哪邊開始到 知道先判斷出來的 知道先判斷出來的 可以嗎 好 再來 B選項 例子帶什麼電呢 他也沒講 可不可以判斷 可以 為什麼 你今天自然大家從這邊進來 代表什麼呢 我的向心力 也就是我的實力呢 以這個參考點為準 實力領事項圓形 好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可以透過呢 右手開掌定則 來判斷一下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例子的帶電的這個電信 到底是什麼 是可以判斷出來的 還是 一律先把它當作正電 一律先把它當作正電 來判斷 如果和 它就是正電 如果不和 反正 它就是什麼電 負電嗎 什麼意思 我先判斷它應該從這個裝入射 對不對 我先假裝它是正電 那我的右手開掌就應該怎麼樣 來正電向下 還是 就當作什麼 電流方向 所以呢 道指向下 道指向下 可以嗎 然後呢 磁場穿出黑板 實力向右 跟提議相符還不符 相符還不符 不符喔 代表說這個例子會是正電嗎 那就是什麼電 對 就這麼簡單 學起來 可以嗎 趕快學起來 今天 今天過後 是20%的人要思考 五月初 你自己要 自己估估看 還會再有多少 自己心裡有數 好不好 那你越估多少 我不要再說了 越說越準 我自己都害怕了 好啦 再來 每穿過一次 例子的向心加速度呢 應該要變小 應該要變小 開始 別忘了 我們之前呢 就推倒過了 來向心加速度 它的關係是什麼 QVB 屬於什麼 有沒有印象 磁力 FV等於QVB 最後再次將為F的例子上 承認加速度 所以A等於QVB 屬於F 這差不多倒過了 所以呢 我會發現 電量固定 磁場固定 質量固定 我的加速度 磁跟我的什麼呢 速度的關係 那 我越轉 每衝過一次 這個金屬板 我的能量數靠一次 所以我的速度 會越來越小 所以呢 我的加速度 事實上是會怎麼樣 越來越小 可以判斷嗎 好不好 Bine 所以Season卻來判斷 例子在圖中 較大的半圓周 所花的時間 較小的半圓長 對不對 欸 我手這個大圈 我花的時間 自然就比較怎麼樣 蛤 比較久 比較久嗎 齁 這就是呢 一般人的 謬 謬思啊 你的誤會啊 迷思啊 為什麼大圈呢 就一定會比較慢 我在大圈的時候 搞不好速度比較快啊 那你就要回規到一件事情了 他們各自是在做一個不同的圓周運動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也知道 圓周運動的時間 繞半圈 就是二分之一周期嘛 所以 你就是比他們之間的 什麼樣的關係就好了 周期的關係 那周期公司 有沒有被 背下來有沒有 二拍什麼啊 二拍什麼啊 A 分之QB 所以你會發現啊 二拍定值 質量 固定 為什麼同一顆粒子啊 我同一顆粒子在哪 質量固定啊 電量固定 所以我們兩個人的周期 不管大圈跟小圈 根本就怎麼樣 一樣 一樣 所以這兩個人的時間會怎麼樣 我從這邊繞過來 假設是兩秒 我從這邊再繞過去 一定也會是 兩秒 就是這個樣子來的 可以嗎 好 接著再看 最後一個 粒子在大小兩個 半圓的圓周呢 角速度不同 最後一個對不對 你說老師 你沒有導角速度的公式啊 還是不要鬧了 一選項到底是對的對不對 你覺得呢 欸 老師 你看 這個地方 它這麼大的圈 它走的比較快 所以它角速度也比較快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回歸到一個概念啊 角速度是什麼 你到底是不知道 角速度是什麼 符號是什麼 先告訴我好了 歐美加 歐美加對不對 那歐美加的定力是什麼 繞一圈嘛 轉能行度 三百六 三百六是二拍嘛 那一圈呢 時間就是什麼 一啊 我在一個周期裡面繞了兩個 到了兩個拍 到了三百六十度 它不就是角速度的定義嗎 那你今天周期一樣 二拍又一樣 大家的角速事實上也怎麼樣 也一樣啊 合理不合理 當然合理嘛 齁 這完全是可以被理解的 接受嗎 齁 來 就是這一題 聽你好好整理一下 跟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才有第八協喔 對啊 其實第八協不是嗎 我 還是你想要上化學 可以啊 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請家庭老師幫忙上 可是這樣子 我們 我們 今天如果第八協的話 我們 上考前就只剩禮拜一一堂課喔 那你趕快趕快 不要啦 還是 還是那個 照著那個 所以今天把他趕完 然後禮拜一那一節幫我們化學 哦 好啦好啦 唉唷 兩邊我也不記得 我到底是說哪些記憶 突然 突然就忘了 可是忘啦 突然就忘了 我原稿也沒有留完 你不是很聰明嗎 聰明 聰明跟記憶力好是兩回事啊 啊 我記憶力很差 真的 真的很努力 我很努力 我很努力的記住你們 很努力耶 有些老師很厲害 怎麼看一眼 像 譬如說我以前的黃老師 他說 畢業那麼久了 他還是可以把他每一年 帶過的學生 一號到最後一號 的名字 全部都背下來 對啊 那個最厲害 對那個很厲害啊 你說 你說 看到臉喔 叫得出名字 我覺得這樣已經不錯了 那連他的座號 全部都 還能夠依照順序全部背出來 我不知道 這真的不容易啦 所以我記憶力不好 真的 所以你不要問我說 真的欺不下來 好可怕喔 來開始先看 好來開始 接著我要講 96月 類提示之一 這一題 範例是呢 一樣的 一樣的題目啦 這次我想要講類提示之一 可是 觀念是一樣的 來請看圖喔 這種圖形 這種題目是避考題喔 這個圖形 相當的很重要 好不好 45度 有一個均勻直向黑板的磁場在我們虛線的右邊 如果有一個動量為P 如果有一個動量為P 畫線 這一次它直接給你動量P喔 小心 的直指 直指畫線 代表它是一個正電粒子 以平行直面45度是角度呢 路設磁場 球 它離開磁場跟進入磁場之間的距離 X 以及在磁場中運動的時間 齁 直指指量 你小A 點亮你小E來代表 老師 講什麼話啊 哇 什麼意思呢 孩子 這什麼意思 總是我們心中知道的一件事 只要是在電粒子 只要它的速度 進入磁場的時候 是跟磁場直接垂直的 它在磁場的時候一定做什麼運動 也就是說 它 在磁場的範圍之內 一定做圓周運動 有磁場的範圍一定是圓周運動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圓呢 想辦法 畫出來 我要把這個圓呢 想辦法給畫出來 還是讓它怎麼畫 欸 首先 你要先判斷 怎麼到底 從這邊進這邊出 所以我這邊的軌跡應該是怎麼樣 你得先做一件思考 好 那你要先判斷 欸 象星地在哪裡 還是象星在哪裡 請看喔 正電可以嗎 直指帶正電喔 來 右手比一下 正電方向就是電流方向 那磁場進入黑板 我的受力是不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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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我們稍微畫一下好不好 我假設以這個點來做一個參考好不好 我的受力是這個方向 隨時 接受嗎 OK 好 那如果是這邊呢 穿出去 這瞬間 這個點好不好 從這點 這個穿出去的瞬間呢 進入黑板 實力 這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是不是這樣穿過去 然後被象星地呢 又尻了回來 所以我的軌跡呢 事實上是這個 我進來的時候 這個原軌跡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看 看得出來嗎 我在磁場的部分是這一段 我在磁場的部分是這一段 而且呢 你可以判斷 你可以猜想得到 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把這個圓 整個還原的話 它的圓性在哪裡 是不是剛好就是 剛剛我們判斷的這兩個 象星地的什麼點 焦點喔 焦點喔 可以嗎 所以找到你事情的關係 所以 你硬要去畫它的軌跡緣的話呢 會在這個地方 可以嗎 大概是這樣子 應該沒有這麼大 好不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可以嗎 看準一點喔 因為這個圓呢 沒有很大 我沒有畫得太大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透過 其實物理已經結束了 圖畫出來 物理就已經結束了 剩下你只要運用數學的幾何關係 去把X算出來就好了 齁 什麼意思呢 這是原心 這是原心 這個點到我現在去的 就是半徑R 對不對 修正一下好了 沒有那麼小 要差不多了 這樣又再大 好 好 這樣穿錯了 好 那你看喔 今天 我要的是這段X對不對 如果 我去拉一個橫線 我這邊是得到一個指甲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指甲三角形 我們把它拉出來看 斜邊是什麼 是半徑 這段不知道 然後這邊是二分之一的殼尺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吧 齁 這邊拉一個橫線 整段的殼尺 所以上半徑只有二分之一的殼尺 好 然後接著要找什麼 還是找角度 怎麼找 這裡45度 這裡是角 所以這裡是幾度 所以這張45度 這裡應該也45度 可以什麼 這應該什麼 一比一比更好二 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呢 我的 應該會點多少 二分之X 二 更好二倍 接受嗎 還是那就結束了 或什麼 半徑的這個公式 你有沒有記 半徑的公式你有沒有記 開始 來這裡了 因為我們知道 半徑的公式 叫做 MV 除以QV 還是這個你得背喔 這個要背 大家都背下來了 齁 大家都背下來了 齁 周老師 可是我沒有M也 沒有V啊 可是你有什麼 P 然後接受電量用什麼 消極的依賴蛋 齁 市場也是P 結束了 來 就是換出來 好不好 剩下交給你 這是第一小題 好 接著呢 齒場 在齒場中 運動的時間 在齒場中 運動的時間 在齒場中 哇 運動的時間 時間 時間 在這樣子的一個 圓周運動裡面 要問時間 一定先想到什麼期 周期嘛 然後再看看呢 我落轉的這個部分 是佔了整個周期的幾分之幾 了解嗎 所以你要先透過呢 公式 來第二小題 知道我的周期叫什麼 來 快點 二拍出什麼 QB喔 好 那你今天如果這點叫A點 這點叫B點 你的T A到B 請問你佔了整個周期的幾分之幾 看得出來嗎 我一整圈叫一個周期喔 啊 我轉的幾度 這也是市場什麼角 我轉的90度啊 所以我佔了整圈的幾分之幾 對 好結束了 把答案整理出來 可以嗎 好 所以事實上並不難喔 你會慢慢 慢慢發現 欸好像高山的題目 好像也沒有多難 對 沒有多難 只要你的基礎夠好 只要你有follow到 我們每一個解題的線索跟關鍵 真的不難 好 再來 好 如果這裡可以的話 好 開始 接著再來 我們要看到的是 法第六 來翻到這裡 小心喔 中和體喔 看得仔細了 畫個圖 市場 好不好 來 電廠 我這樣畫就好了 好不好 當然我這樣畫 代表是整個環境都有這個電廠跟磁場 叉叉是磁場 橘色的是電廠 好不好 它這個一個物體呢 磁箱為黑 然後電箱為小Q的 一個小球呢 在這個直徑上穿孔 所以這個小球並不是被固定的 好 它是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自由的移動 自由的移動 好 然後記得再來看喔 假設小球跟細棒的動摩擦係數為mu 哎呦它暗示了什麼 要考慮摩擦力喔 我雖然可以在這個動 可是是有摩擦的 是有摩擦的 摩 並且有什麼 電廠量詞 鍵膜它幾乎都夠小 可以讓小球沿著細棒 開始靜止向下畫 也就是說 它是可以吸動 它不會在那裡動 摩擦 問了兩問題 第一個 畫出所有適於小球的力 包含量詞及方向 也就是畫力圖 求最大加速度 求最大速度 這一題小心 什麼意思 先分析力圖 還是 力圖怎麼畫 第一個 有質量的人一定先畫什麼 然後先畫重一點 去向下 好不好 好 下一個要畫什麼力 摩擦力向哪裡 摩擦力向上喔 因為你向下掉嘛 摩擦力向上 並且是自動摩擦 小心 再來還有什麼力 還有什麼力 欸 它有帶電喔 有電廠有磁場喔 所以有什麼力 電力跟磁力都有 那電力方向哪裡 F1 OK 分清楚喔 帶電力歷史在電廠之中的作用呢 是有一個電力的 這電力叫做什麼 F1 就等於Q1 像有 接收嗎 接收吧 可以吧 好 那接著再來 磁力呢 磁力對我這個物體有沒有力量的作用 當然有啊 為什麼啊 你有Q嘛 你有運動就有B嘛 你有QBB啊 來 右手比一下 B向下 磁場呢 進入黑板 所以它瘦的實際向哪裡 向哪裡 向右邊 說老師 欸 老師可是你不是說 帶電力歷史在均衍磁場中 會做圓周運動嗎 它有做圓周運動嗎 它有做圓周運動嗎 它有做圓周運動 蛤 聽懂我在問什麼嗎 它有沒有製作圓周運動 當然怎麼樣 當然沒有 為什麼它被桿子 卡在 它只能在桿上面上下空 所以變成是說怎麼樣 這個實力呢 會一直呢 齁 再把它往右拉 只是說 實力會覺得說 欸欸 你怎麼不做圓周 我要幫你往右拉 那你不做圓周 我只好一直把你往右拉 是這樣子 搞得清楚嗎 OK 最後還有一個 來 事實上這道作用在球上喔 我故意畫開一點喔 不然會記在一起喔 FV點多少 QVB 因為都互相垂直 量子直接成 好還有沒有力 還有沒有存在什麼力 該畫和美畫 想一下 桿子給球的什麼力 支撐力 正向力 到底是哪一個 回答故意的問題 要精準 如果有都是不精準的話 在解決就會 左右搖擺 不確定 孩子 桿子當然要給他一個向左的什麼力啊 正向力啊 否則這兩個力一直往右左右 他就被拉走 可是他沒被拉走 他把桿子 桿子會怎麼樣 抗衡這兩個向右的力啊 接受這件事情嗎 OK 好 力圖齁 這就是我們的力圖 這是第一小題 齁 好再來呢 第二小題 求小球的最大加速度 欸 你要找最大加速度欸 同學 那你就要思考一些事情啊 我到底在哪裡加速啊 我的加速度方向到底在哪裡呢 上下左右選一個好不好 開始 這一題 他的加速度方向在哪裡 那些找到加速度在哪裡才有的算嗎 判斷得出來嗎 上下左右選一個 我會往哪裡加速 當然向哪裡 當然向哪裡 總之不會向右跟向左 對不對 那會向上還向下 當然向下啊 你重力往下拉 對不對 齁 你有看過 欸 你歪方向就是一個重力跟一個動摩擦力喔 你有看過動摩擦力比你的物體的重力還大的例子嗎 你有看過這個例子 你告訴我 你有看過這種例子嗎 沒有 我不可能 這什麼意思 這就好像你去玩溜滑梯 好嗎 結果 你抓到溜滑梯 你沒有滑下去 然後你反而被我上拉 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吧 有一點可怕 你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完全能來了 所以 你能夠判斷得出來 我應該要下下掉 我既然下下掉 我加速度自然向哪裡 向下 這個是要判斷得出來的 可以吧 好 所以我知道在這個方向 要有加速度 好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目光聚焦在我們的牽詞方向 看它的受力情況 來帶呢 M的MA來算加速度 請看 那會沒有動嗎 蛤 蛤 就我就說啦 MG跟動摩擦力 你有看過動摩擦力大到跟MG一樣的情況嗎 不多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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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的 比如說 你今天 一粒沙子 它就黏在牆壁上 可是 它是黏嗎 你看 你說有時候這樣 我一刮是不是有灰塵 是不是 它算黏住嗎 事實上只是牆壁跟它的摩擦力把它怎麼樣 把它抵在那裡 那這樣的情況只是說 因為物體的質量太小 可是我的摩擦係數呢 夠大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種情況不多見 所以題目你看題目的序竹 它有說 我的動摩擦係數是夠小的 有沒有 它有 其實題目這個不用講 它講的只是呢 就是提醒你啦 所以它一天往下掉啦 可以吧 好不好 要嗎 所以我們來看Y方向 分析它的受力 孩子來趕快 你要去算Y方向的 合力 那合力是什麼呢 你就判斷嘛 今天物體要往下掉 所以向下的FG比較大 還是向上的FK比較大 但是FG嘛 我用什麼 大的接什麼 減小的啊 對不對 好那不要騎著 因為當然他們要寫一個等於MA啦 好 開始 但是 動摩擦力 怎麼表現 動摩擦力有沒有公式 蛤 品正動摩擦力有沒有公式 你要念生物 還是要讀物理由 所以動摩擦力有沒有公式 你都知道喔 它有公式 公式是什麼 Mu K Mu K N喔 好 啊題目就是Mu K嗎 N是多少 N是多少 孩子 你不是說 不是孩子 老師你不是說 N 跟這兩個力要抵消嗎 所以看到N就用誰來寫 QE加 QVB 跟得上嗎 沒有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孩子 寫完了 注意這邊 寫完了 可是你又要思考一件事 老師 老師 今天他為什麼要我們算所謂的最大加速度 為什麼他要我們算最大加速度 你看喔 如果我這個加速度要最大 我在這個關係室裡面呢 誰應該要想 才行 誰應該要想 我這一項是不是希望他小一點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分析 這個係數是一定存在的 Q一定有 E也一定有 講話給我閉嘴 做好 等你拿到大學通知之後 要耍配再來耍 不然你不要吵我 有人要思考 可以嗎 有人要思考 我們要尊重他思考的同學 只要你是要考 二三類組的 對不起 你都要考物語 你還是要上課 只要你要讀二三類組的科系 對不起 大一就有普通物語 你不聽嗎 你真的在媽那邊盪吧 好 真的在媽那邊盪 我告訴你 這是固定的 所以這不會有變化 誰才會有變化 有一個人他有可能的大小變化是誰 V 欸 我希望是整項最小 其他都不能做他人懂 如果他是多少的時候 我最開心 QVB這項如果沒有的話 我扣掉的東西是不是就是最少的東西了 那我的加速度質量就會最怎麼樣 最大 所以我希望這項是0 那0不可能是0 有啊 就是 一開始啟動瞬間嘛 你看題目有沒有寫靜止 有啊 你看 倒數第三行 讓小酒鹽的細放由靜止開始下滑 由靜止化現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呢 這個就是我們呢 啟動的時候 剛啟動的時候 是靜止的 所以輸入是0嘛 所以我在剛啟動的時候 有最大的加速度 可以嗎 所以這個加速度 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了 好 可以多少呢 來 來 我的Amax 直接來囉 G 減到什麼呢 來 μ Q E 注意點 好 第一小時 這第一小時 好 接著繼續 第二小時他給我問什麼 速度的最大詞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從一開始 計時往下掉我的時候 我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我的速度就會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大 可是為什麼我的速度 會有一個最大詞 是什麼意思 速度最大詞 出現在什麼時候 你就想 我一直加速 加速加速 速度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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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我沒了 我的速度就無法再加了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是 我速度最大詞了 對不對 所以這暗示了一件事情 你把速度最大詞 暗示了一件事情 加速度是不是定值 我這過程之中 加速度會不會是定值 當然不會 為什麼 你加速度 人家無理 人家無理最大值 代表他過程一定不是固定的 了解嗎 而且呢 你從這個東西來看嘛 我之後一開始呢 啟動的時候是靜止的 一直往下掉的時候 就一直有QVB這一下 所以我的加速度 而且我越往下掉速度是越來越快 我越往下速度越來越快 這樣越來越大 這樣越來越大就讓加速度越小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是連動的 你速度越大 加速度越小 當你的速度大到一個極限值的時候呢 你的加速度會不會就會怎麼樣 就會不見 就會不見 所以當你加加加加加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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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一個下 掉掉掉掉到這裡來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Vmax 並且在這個瞬間呢 你的加速度會變成0 這是你要你就判斷出來的一個機制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第二小題就可以來練習了 來 要怎麼練 請看 你要讓加速度是0嘛 所以你再看等號的這邊 來再回到你底角圓這個式子 等號的左邊這邊是不是就要讓它視零 對不對 也就是說此時呢 你的重力跟你的摩擦力要剛好怎麼樣 要相等 你在歪方向是不是就會近 你的歪方向這邊是不是就合力的人 你說老師可是你M區跟摩擦力相等 我不就停在這邊了嗎 錯是錯誤觀念 M區跟動摩擦力相等我只能說我合力等於0 可是一個合力等於0的問題呢 它會兩種運動區 換一個是靜止 一個是什麼 等數直線運動 因為我再來 合力等於的時候呢已經有一個速度了 所以我會繼續的等數往下走 我會繼續的等數往下走 了解不了解 所以呢可以把式子列一列就結束了 MG 讓它等於什麼呢 來QP μ的 QE 加上是個VB 那這個情況當然是出現在我的速度呢 最大值的時候 可是這個地方我不寫Vmax 我寫T 這個T什麼意思你知道 Terminal 終點 你會做決定的時候 如果我聽到它的做到淡水站的時候 就會說 This is the terminal station 有沒有聽過這個 這句話 沒注意是不是 好沒關係 好沒關係 所以這個T呢叫做終端速度 叫終端速度 為什麼呢 它的情況是這樣子 它一開始有加速度 看好了 它一開始加速度很快 可是加速度會越來越緩 越來越緩 然後最後沒有加速度 這是它的速度的運動的VT圖 這是一個物體 這種物體的運動的VT圖 一開始加速加速 然後速度越來越 加速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加速 那速度增加的速度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然後最後呢 變水平 打到從短速度 可以嗎 所以只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式子 把VT整理出來就好 這VT會是多少 好來 應該是多少 MG VT 剪掉 MuQE 再屬於什麼呢 QB 就這樣 可以嗎 把這題整理一下 這題是一個 綜合考題喔 這題算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一次考到很多的觀念 那這題如果你都能夠融會貫通的 把它聽懂學會的話呢 你基本上就已經是程度不錯的 這個高三升了 好不好 所以剛剛聽懂的人呢 應該覺得細心滿滿 思考我沒在爬 來吧